這是最穩定的方法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今天我們再來玩這遊戲 Monster Rider 這條影片會介紹如何挑戰上級紅火龍 首先去到第一部份 看看魔物的特性 這隻紅火龍 怕雷屬性和龍屬性 最不怕是火屬性 所以這隻魔物最怕雷屬性 主要要組成雷屬性的魔物 來挑戰這個關卡 之後看狀態異常耐性 魔物怕麻痺 睡眠 雷屬性和閃光 所以如果放一些黏火龍 毒 火傷 其實他基本上都不會中到這個異常狀態 關於隊伍組成方面 大家都看到 我主要會由雷狼龍 和黏火龍 去做一個魔物 而我們的角色 就會用雷狼龍的女主角 而第二位的角色 就是可以幫我們加Buff的角色 而第三位呢 我們就會用回今次活動的角色 奇倫雷主角 而這個奇倫雷主角最好處就是 他是雷屬性的角色 還有他有一招睡眠的技能 所以這隻角色定位做就是 幫手去控住魔物 還有他 在必要的時候 亦都可以放這招雷光突進 做一個輸出 可能有觀眾問到 為什麼 有招40%睡眠 不用招20% 因為反而我覺得 20%睡眠這招技能 我覺得他的輸出 會更加高 所以我就寧願 用這招 軟攻擊 三回的技能 去提升我們的傷害 我們再看看魔物 魔物方面雷狼龍 最建議當然是 70 level 70 level的加成最多 如果大家沒有70 level 也可以用一用黏火龍 黏火龍純粹是幫我們 再坦耐一點的傷害 因為他的火屬性耐性 會有50% 當然雷狼龍也有50% 但是如果大家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我反而會建議用一些4星的黏火龍 而奇倫雷主角也是 盡量可能放一放雷屬性 例如雷狼龍 可以幫忙再輸出多一波 我們再看看能力數據 基本上攻擊力上到1000以上就最好 雷狼龍女主角我們就1300攻擊力 速度基本上這三位角色 都一定要過到1000 就一定會比那隻雄火龍的輸出 而屬性耐性 基本上火屬性 都一定要上到50% 而HP值最好推到1500或以上 而防禦力最好800或以上 所以如果各位玩家的能力值 就不是那麼高的話 建議 升多一點魔物 和角色等級 才好去推 大家看到我主要用4星角色 有5星的角色 當然能力值會更加好的 更加穩陣 去通到這個關卡 另外再說多一點 第二個變數 第一位置 如果大家沒有雷狼龍女主角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其他的輸出角色 例如火伯伯 當然你沒有雷狼龍女主角 感覺輸出上會生少少 因為少了這招 疾風倉雷牙 370傷害的技能 但是 你用了雷狼龍的優處 最好的優處就是 他的魔物會有一招叫做 電光突進 就算你是屬於一個 火屬性的角色 但是你都會有一招雷屬性的技能 可以使用得到 所以就不用擔心 我沒有雷狼龍女主角 沒有了這招 疾風倉雷牙 會不會輸出不夠 都不需要擔心 因為雷狼龍他都會有一招雷屬性的技能 在第二個角色位置方面 主要是一些support型的角色 support型的角色 除了這隻角色可以加上攻擊力之外 我們也可以選擇兩個角色 第一個就是信龍太刀 他的好處就是 會有一招叫做海斌 減對方的防禦力 另外如果大家沒有這個角色 也可以用火女主 火女主也可以減敵方的防禦力 所以support型的角色 其實就不需要那麼注重於攻擊力 主要是撐一撐他的HP 防禦力 和速度 只要他坦到一定的回合 不停的幫我們的角色 或者令到對方的魔物減防 其實就已經達到了他應該要做的目標 而HP方面 我撐到他1800 防禦力784 速度1132 如果你說2000HP 和防禦力上到1000就最穩陣 而第三位我就不建議大家換其他 因為第三位這個角色 奇倫女主角他有招睡眠 又或者可以用麻痺 其實這兩招都是挺實用的控場技能 當然去到指定一些危險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招電光突進 去幫手加一加傷害值 所以奇倫女主角這個位置 我都不會太建議大家去換 因為他入手的方法也挺容易的 簡單介紹完我這一隊的隊伍 如果玩家說我有沒有其他方法 其他方法有的 但是還在研究中 例如一些磨隊 磨隊方面就是 不停用雷狼龍的女主角 和奇倫女主角 一路麻痺和一路睡眠 再加以一個治療的角色 最後第三隊就是 不是你死就我亡隊伍 為什麼會這樣改這個隊伍的名稱呢 因為這個隊伍最主要 就不會依賴任何睡眠 麻痺 純粹是 加攻 減防 這個組合就可以令到我們的傷害 提升到最大的效益 減防當然要疊到兩層 加攻疊到兩層 再靠雷狼龍女主角不停輸出 這個就是會 更加快完成到他們的任務 接下來就有個實戰影片給大家參考 其實這個實戰影片 由於時間關係就拍到第3回合 其實第1回合我們都會依賴 奇倫女主角的睡眠技能 如果第1回合睡眠不到也不要緊 繼續普攻去留技能 繼續一直輸出 現在輸出到他已經第3回合 到第3回合我們已經發動到一個 加攻擊力的效果給了我們雷狼龍女主角 我們一直加攻擊力給我們的雷狼龍女主角 雷狼龍女主角最重要的位置就是 不停輸出這招疾風倉 雷牙 為什麼我剛剛第4回合不出呢 因為我的buff還沒跌到兩層 所以我就決定用普攻 當我的buff跌到兩層的時候 我們先再放這招技能 我們一直都是用這個方法打 那 奇倫女主角就不停地放招睡眠技能 以及一直輸出 大家看到的數值都幾可觀 扣得都不錯 有buff的時候就繼續放這招疾風倉雷牙 我們support型的角色就不停地加攻 奇倫女主角都一樣 不停放招睡眠技能 當不夠sp就 一用普攻 因為奇倫女主角的招技能是30sp 就可以不停地用 就不用特別留意 不停地用就可以了 去到一定的關卡 如果是要大量輸出先留一留sp 但不然的話 不停放招睡眠技能都OK 一直loop做這件事 而另外這個關卡有一點點運氣位置 就像這個moment 第八端他會放招龍之路 他會加攻和加防禦力 這個moment 我會選擇留一留技 因為他加了防禦力 變相我會等他加防禦力的buff沒了 我才會用我招技能和記憶石 最理想的位置就是 如果奇倫女主角睡眠到他 就會浪費了他的buff 當然這個moment 睡眠不到就沒辦法 只能吃一吃他兩波的傷害 這個位置就打死了我們癡火龍的女主角 都不要緊 問題不大 因為我們已經上了兩重buff 這個時候就沒辦法了 一定要先放一放技能 先放一把 這個moment 這個moment 女郎女主角都沒什麼血 而他又沒有了加防禦力的buff 我們要用記憶石 可以扣到他8200血 但也不用 因為奇倫女主角 其實他的技能都很高 我們繼續輸出 其實這個時刻如果我們有上到一招30XP的技能會更實際 因為當時我沒有上到 沒辦法 這個時候奇妮女主角碎到紅火龍 我們就更加穩陣去打贏到這個關卡 對 打法就是這樣的 當然有些位置要靠運氣 例如他放了龍之家戶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雷狼龍女主角放棄了一波攻勢 再轉為麻痺技去麻痺到他 其實這個是最穩定的方法 但當時我就沒有去做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夠輸出 不如快點輸出完就算了 如果有些朋友看見他放完buff 我的角色忍不住 你可以嘗試一下 留一留SP 等他去到40%的時候 他放了這招buff的時候 我再放一招雷鳴 看看能不能麻痺 如果能麻痺得到 你們的穩定性會更加高 這個就是自己的小小心得 希望幫助到大家 如果大家可能打了很多次都打不過 可能真的你們的能力值數據就差了一點 那你不如再練高少少level 先去挑戰這個關卡 還有重點就是這個關卡是無限時間的 大家亦都不需要急著打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討論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